中国的民主群一直在想一直在谈一件事 中国如果想要进入中国所谓的后中共时代 或是后习近平时代 他们只在期待一种人 一个人 那个人叫做袁世凯 中共的袁世凯 各位都知道清朝是袁世凯推翻的 推翻清朝跟孙中生没有任何关系 各位知道吗 我再讲一次 孙中生在1896年广州起义那次失败之后 他都吓得屁股尿流就躲到美国 躲到海外去 直到1911年推翻满清之前 他从来没有回过中国 1911年看到满清要被推翻了 他赶快要回来栽桃子 台湾在挂条的位 孙中生是全世界最大的骗子 我告诉各位 他其实不光是说推翻满清 他没有一点功劳 甚至他是这些推翻满清意识的罪人 他天天跟你骗的骗那些 其实满清是谁推翻的 我跟各位讲 当然是谁 袁世凯 袁世凯逼清明退位 但是这些革命军的成员是什么 这些革命党的成员是什么 这革命党基本都是鸿门的好不好 广东鸿门 南洋的鸿门 美国鸿门 日本鸿门 鸿门的势力很大 因为鸿门他们不是一直叫什么 叫天地会嘛 他们一直叫反清复明 因为他们反清复明喊了三百年 他们也发现这个反清复明这个口号 没有太多意义 明朝都亡了三百年 你要复明干什么 所以他们听到孙中山讲的那些什么 什么民国 什么什么 驱逐大陆会晤中华 这些东西 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论述 但是我跟你讲 这些都不是孙中山的论述 这些是黄兴 还有宋教人这些人 黄兴跟宋教人才真正的议事 好不好 孙中山就是一个大骗子 他每次都跟你讲说 我们约定什么时候起义 我的钱会到 我的武器会到 从来没有一次 没有一次实现他的诺言 所以很多革命军 等他的钱 等他的武器 要起义 到最后发现根本就骗你的 这样害死了很多革命军 所以孙中山是全台 全中国最大的骗子 他最后 我不讲了 191896年 那个什么 广州起义之后 他就屁股尿尿的 抖到国外溪 再也不敢回来 抖到国外溪干什么 去收割华侨啊 去骗华侨的钱嘛 让华侨捐款 让他 让他反清复明 让他推翻满清 其实钱都被他用掉 他自己花天酒地 所以我说 他是罗力控 孙中山是个 罗力控是个什么 炼童癖 严重的恋童癖好不好 你看他们这些人找了女孩子 哪一个不是未成年 如果以现在来讲 就是超级的变态狂 骗子加变态狂 我跟你讲 广东这样的人很多 到今天广东 广东很多这样的骗子 那个嘴巴能讲 嘴巴能讲 然后呢 他不怕被拆穿 我在中国 我也遇到过广东这样的广东人 那个话什么话都敢讲 我们要是不了解 不认识这个人的话 真的会被他骗 孙中山就是这样到处骗人 哇那个吹牛越吹越大 总是有人会相信他 所以他一辈子都在收割这些什么 爱国华侨的捐献的钱 有民众做一台政治提款机 却被八位化成像八家这样 我看到那个男团包围 不让民众靠近 也不让提款机行动 这很明显已经 已经极强制罪了 新竹市警方毫无作为 真的是非常可恶 对啊这就是你们 这就是因为高宏安嘛 你看高宏安才当选市长多久 迅速就跟当地的黑社会 当地的建商 当地的一切 黑暗势力就结合得这么快 所以你说选时都没关系 谁都没有影响 高宏安一般还认为 他是高阶知识分子 他堕堕的快不快 他堕堕有多快 跟建商 跟黑社会 他很快要融入他们这些人了 如果都这样 一直都这样盲目的投票 你们自己的家园 自己要被糟蹋了 真的 不要这样子 我刚刚讲 中国人在期待什么 一个袁世凯出来 所以我刚讲了 推翻清朝是袁世凯 袁世凯他在清朝里面 他是掌握所有的军队的 北洋军是他训练出来的 北洋军只听袁世凯的 所以袁世凯最后 逼退了清朝 所以说逼退了清朝之后 建立的是中华民国 袁世凯建立的是叫中华民国 所以为什么说 为什么说 很多人说 他们推翻满清 哪有推翻满清 他们拿什么推翻满清 所以很多中国的学者 对嘛 所以孙中昌是极不谅解的 因为他们推翻的袁世凯 已经是什么 是个民主国家了 是个民主政体 是中华民国了 很多东西就被掩盖到今天 而且是国民党 他今天还把孙中山当什么 当他们的国父 那一个超级大骗子 国民党到今天都不敢去 证实这个历史 那孙中山是骗子 那蒋介石更是骗子的 蒋介石不是去 什么钱 船上去保护的孙中山吗 他们不是一丘之鹤吗 这个道理很简单 其实国民党 真正像样的人是宗教人 有能力也是宗教人 有能力也是黄兴这些人 苏中山永远都是割韭菜 但是苏中山那一只 那一只嘴巴能夹 那一只嘴巴能夹 所以当时他不是上了万言书 给李鸿章吗 李鸿章一看 这个无病身影 你写这些东西 你要有什么 一个人的东西 一个人的文章 到底有没有内容 内行人一看就懂 是无病身影 还是真正有内容的东西 人家那个李鸿章一看就懂 所以李鸿章把这个根本就不会采纳这个万言书 甚至把他丢到垃圾桶去 然后谁 然后孙中山就开始 号称说 他们这些知识分子的戒严 被什么 被清朝的官员把他丢到垃圾桶 好像自己很委屈 其实我跟你讲 很多政治上的东西 你要真的看到真相 确实需要智慧 如果你 如果你孙中山的东西是有内容的 我就问你李鸿章为什么不接受 他没有理由不接受啊 孙中山本身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骗子 他没有什么 孙中山他竟然没有一个完整的学历 他也没有受过一个完整的教育 他都是这个教育受了两年 那个教育受了两年 他没有一张文凭 孙中山是没有一张毕业证书的 所以他说在香港什么 读了什么 都什么医学 学医的 我讲那个他都没有一张证书 因为那个学校 就是个野鸡学校 那这样的人当然 当然又到国外 跑了都一直跑到国外 所以他当然让他写一点什么 写什么什么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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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去除达尔 挥乎中华这些东西 对他讲当然不是问题啊 但是这样就能忽悠 当时一些土八路了 土八路 没有看过世界的人 就被自众忽悠了 其实中国的历史学家 比台湾人更看清楚这些东西 所以你看人家 中国的什么 中国的民运圈在什么 他期待一个什么 期待一个袁世凯出来 那个时候很多人就会谈 袁世凯会是谁 他们说李克强是 有可能是中国的这个袁世凯 这个话题已经很多人讲很久 但是我一直不相信 我一直也不是很认同 李克强能够做到这一点 好那现在李克强 秦刚 李玉超 李尚福 这些人的事情 是可以串成一个 串成一件事情 所以说 这样的说法说起来 确实李克强是个真正的 真正的 袁世凯只是他是个壮士未朝生陷死 所以为什么说李克强 他说李克强都已经下台了 他又没有权力 西美为什么要把他弄死 很简单 李克强是没有权力的 没有职务的 但是他的声望 足以号召现在有权力的人 然后真的有可能去推翻习近平 这件事我来讲一下这个故事的 这个故事我听了很多人讲 但我觉得这个故事消烧 比较合理一点 李玉超是不是火箭军的 司令对不对 但是李玉超贪了很多钱 贪污贪了很多钱 这个钱他是拿来跟李尚福平分的 甚至是更大的比例是给了李尚福 所以他们上下两级共同贪污这个钱 然后李玉超的儿子在美国读书 不是被中共撤反吗 所以为什么火箭军的资料美国都有 都有的时候 中共的驻美使馆有个五官姓孙 这个孙将军呢 知道了这个事情 知道了李玉超的儿子 投降被美国撤反 把很多军方的机密给了美国 所以这个孙先生呢 就报告给了当时的驻美大使 叫做秦刚 秦刚面对这件事情他本来要处理 但是呢 他的女朋友傅小田 被谁 被李玉超收买了 李玉超收买了傅小田 透过傅小田 让秦刚把这事压住 先不要爆出来 所以秦刚就把这事压住 压住之下你看 就给秦刚惹来的杀身之祸 然后呢 这个秦刚就没有处理嘛 没有处理的时候这个爆料 这个孙先生呢 他就说我报告给 报告给驻美大使 你都没有处理 他就回过头来去找谁 找李克强 找国务院李克强 李克强一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 他大喜出忘怀 为什么 你也被脱下水了 因为你之前不报 李上福 你们贪污 被我找到 被我找到证据了 李玉超 你不但贪污 你还 小孩在美国被策反 所以你们三个 这么大的罪 必定习近平会要人命的 所以呢 李克强就找了他们三个起来 共谋 只有一条路 就是干掉习近平 否则大家都没有活路 为什么美国要把这个事情爆出来 美国不是火箭军的 每个地方的那个资料 美国都给他爆出来吗 甚至你那火箭军的什么 火防的名单他都有 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做 李超二次把这个资料给你 美国为什么要爆出来 两个理由 第一 美国爆出来是要警告习近平 你的一切资料都在我手上 你想要打台湾 我第一个可以把你灭了 第二 美国要警告李玉超跟李上福 你们要赶快动手 你们要政变的是要赶快动手 否则的话 这个事情让习近平一查出来的话 一查下去你们都没有活路 所以说是不是这样 然后那个时候就让秦刚 安排了 安排了习近平的南非之行 所以他们不是说 等到习近平回中国的时候 火箭军会在广西这边 广西这边发射飞弹 把他的飞机打下来 但这个事情呢 因为爆料这个姓孙的发现说 他爆料给李克强 李克强也没有处理 李克强也没有处理 所以他就 又直接去报告给了习近平 所以习近平自己的狗命就被他捡到了 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 那这个事情你看 整个事情就串起来了 所有事情就串成一个一 就串在一起了 所以为什么习近平从南非回来 没有直接飞回北京 而是在什么 在新疆降落 而为什么他对火箭军清洗得这么厉害 为什么把两任国防部长都拿下来 为什么把秦刚也拿下来 其实秦刚是习近平跟彭丽媛很喜欢的人 习近平跟彭丽媛让秦刚这样做执政机升官升上来 他是有意什么 有意要跟美国和谈 因为秦刚是著名的资美派 资美派就是亲美派 所以习近平是有这个想法 他要跟美国慢慢和好 但是美国不愿意 美国拒绝 为什么美国要拒绝 美国已经很清楚 你习近平现在是因为走投无路 回过头来要跟美国修好 美国当然不愿意 因为美国现在 美国现在占了绝对上风 你们看到吗 就是我一直讲那句话 你中国你说你多厉害 你发展了四十年 你说你多强多强 经济多强 美国出手打你 才五年就把你经济打趴 所以谁高谁低 大家都一目了然 你说美国并没有准备 要跟习近平妥协 甚至华尔街 也希望习近平能下台 能让李克强这样能上台 李克强毕竟懂经济 毕竟你要 美国是希望 中国能够走一个正常国家 正常国家 大家都能赚 赚钱但让他做生意就好 不用不要像你像习近平这样 仇视西方仇视这么厉害 所以你说西方是不是真的要扶持李克强上来 这个是合理的 这个推论是合理的 是合理的 所以虽然李克强已经没有职务了 但是他有能力号召 况且他找到这三个关键人物 火箭军的司令 国防部长 外交部长 这三个人是很key man 很重要的人物哦 如果这个事情不是那个姓孙的爆料 去通报给习近平 这个事是会成功的 他是会成功的 当然有美国的支持 甚至美国的给他承诺嘛 你们只要拿下 把习近平推翻了 美国可以重新跟中国回到 回到以前的合作伙伴关系 这个是美国给的 你可以讲他们这一群人的承诺嘛 那他们如果这个事能承的话 中央的什么军委啊什么 当然就这几个人承担任哦 那当然金刚他们就可以步步高升嘛 这个爆料我比较觉得比较完整 而且逻辑也比较通 而且时间上 前往时间上可以兜的龙嘛 否则我就问你啦 金刚没有理由被拿下 金刚是彭丽媛跟习近平喜欢的 甚至我跟你讲哦 甚至如果不是这个事情的话 金刚有可能最后是会接任习近平的位置的 因为他的金刚的背景 他的家世跟他的个人的能力 跟他的外形 跟他那个样子 我认为金刚是有机会的 但是现在哦 现在你看 因为这件事啊 其实如果不是傅小田 傅小田去 就是说李玉超 透过傅小田去游说 游说那个什么 金刚的话 金刚就不会被卷入这件事情 那他就喜欢了 他就喜欢了傅小田来跟他讲 他怎么拍了怎么办 然后把傅小田抓起来 抓起来交给习近平 他那么爱的女人他也舍不得啊 他就一念之间 他就被拖进这个局里面了 所以这个事情看起来是比较合理的 所以说现在来讲 现在来讲 这样的军队经过这种清洗之后的军队 绝对没有战力 绝对没有战力 所以我就讲嘛 习近平现在已经很清楚 他现在重新在整顿军队了 这段时间他是没有战力的 这段时间我认为会长达五年到十年 五年到十年你习近平搞不好都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了 所以说武力侵犯台湾这个事情目前为止 暂时让台湾安全 暂时安全 而且这个时间可能会延续的时间蛮长 蛮长的 还有啦 这次李克强死了 其实所有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李克强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 李克强没有做任何一件事 李克强是个窝囊的人 是个中国历任的总理里面最窝囊的一个 而且他没有任何的建树 没有任何的攻击 没有任何的作为 可是他死后却全国在纪念他 全国在风起云涌在纪念他 然后呢 习近平下令全国不准 不准去祭奠李克强 然后现在各地还是自动自发的 出来祭奠李克强很多 以前在白纸革命 现在白花革命 指标什么 不是在祭奠李克强 是表达我们对习近平的反对 反对习近平表达在对李克强的祭奠上 我就问你李克强到底有什么功劳 让全中国现在 现在全中国都在 好像突然把他当什么 大英雄 李克强哪里英雄了 窝囊的要死好不好 虽然李克强他真的是 他是有赌输的 李克强是北大的 是团派的 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团派 什么叫团派 因为我们昨天在台南 然后开完会很多人在问我们 我在说我们讲那么多 其实很多人没有听懂 团派团派是什么 团派团面 我跟你讲什么叫团派 共青团 共青团 那叫团派 所以中国是这样 中国每一个人都是团派 你要在中国做官 哪一个不希望从少卿队 什么共青团 没有经过这一段 你有可能成为共产党人吗 所以就是什么 除了红二代之后 全部都是团派 所以我一直讲 我是不是常常讲这句话 哎呀 你说把团派团灭 团派真的就被你消灭了吗 团派无所不在 团派无所不在 表面上被你全面清洗掉了 但是我可以跟你讲 团派随时可以集结起来 这就是习近平很害怕的地方 他当然会害怕呀 哈哈 我怎么可能把你团派全部消灭掉呢 那大家很多人只是 只是什么 在新政的这个风口浪尖 大家不说话而已 但是大家都知道 习近平是很危险的 一个恐惧 惶恐的极权者 是最危险的 他为了他自己的恐惧 他害怕 所以他认为 所有认为 任何一个人 只要有一点点危险 他都把你杀掉 所以说你看李克强 好像看起来人处无害啊 还是死啊 还是被他杀了 就是这个 道理就在这里 把这件事跟各位解释清楚 你就会知道 原来事情就是这样 谢谢 所以我说 除了你红二代 其他都是团派啊 红二代跟团派 你干得过吗 所以说什么 三连河东 三连河西 而且还有一个江派在那里 江派 所以不是讲吗 曾庆红 贾庆里没有倒之前 你凭什么说江派不在了呢 现在就是什么 习派 江派 团派 我跟你讲了 慢慢又集结起来 因为习近平的倒行力 是让中国经济 到这个程度 所有全国人都怨言士气 所以借助李克强事件 借助李克强事件 来反行近平 那我就这样一个情况下 江派要不要趁机兴起 江派要不要趁机出来 山峰点火 团派要不要出来 为什么习近平现在极度恐惧 恐惧到草木戒兵 我们一直都在讲这个事 他清洗了火箭军 清洗了两百多个军官 全国军中清洗了几千位将军 然后这样 军队这样互换 将军换来换去 完全没有军方的那一套规矩 什么规矩都被你洗面打破了 中国所有什么七上八下 所有的什么两届的 什么规矩都被你打破了 连军方的什么申请体制 也被你打破了 公务人员的一切都被你打破了 以前汤污是什么 以前中国汤污这样 你退休就好了 你贪污了被抓到退休就好了 习近平现在不是要给你倒查三十年 倒查三十年 当然大家全中国的每一个官员 都跟你习近平是敌人的 他妈你倒查三十年 我哪一天轮到我了 没有一个国座过中国 没有一个官员经得起查的 所以习近平现在已经变成 真正的孤家寡人 跟所有中国为敌 包括人民 包括官员 包括几个派系 他都跟人家为敌 表面上他现在还抓住什么 枪把子 还抓住什么 刀把子 还加钱袋子 还加笔杆子 都还抓到在手上 所以他现在还能够什么 把李克强弄死 把火箭筋清洗 但是这个东西 慢慢的 只要他的权力掌握不稳的话 他就真的要粉身碎骨 现在最恐惧的应该是谁 我认为现在最恐惧的是习近平的家人 习近平的家人应该是最恐惧的 习近平年纪老了 70岁过两年死掉就算了 但是他的家人会最恐惧的 等习近平失事之后 他们就要绝对受到清算 而且你们知道 现在普丁 普丁 生懒重病 而且基本上可能不会好了 可能最近就会死掉 这个资讯我从好几个地方得到 所以我们还没有证实 但是我认为这个资讯可以相信 因为不是一个来源的资讯 是几个来源的资讯 通通都在谈这件事 所以普丁可能快死掉了 普丁如果真的死掉 也许 也许 不光是中国的百年 百年巨变 可能连什么 连俄罗斯也要遇到一个百年变局 百年变局 中国跟俄罗斯同时面对这种百年变局 台湾一定要一个很强 强大的政府 才能够应对这个国际局势的改变 很重要 真的非常重要 如果你把世界看得更清楚的话 你就知道说台湾现在不能 不能松懈 不能松懈 这个 你看 如果说这样的话 那大概 恶务战争应该快结束了 希望能够赶快结束了 希望能够赶快结束了 然后这个世界重新重新回复到社会的国际的秩序嘛 赶快回复到国际的秩序嘛 这些人 这些世界的纷乱 赶快结束了 最重要是俄罗斯跟中国 真的同时要面对百年变局 这是个很大很大的事情 各位去特别的关心这件事 把台湾的国际地位先巩固 把台湾的政治 自然把台湾的国内的问题 大小问题先巩固住 不要到中国的一个好像核弹 俄罗斯的核弹一爆炸 希望不要影响到台湾 所以台湾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 这个时候嘛 我今天去新闻大坡节 我结尾的时候我也这样说嘛 台湾要面对这个世界的百年变局 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中心 这个时候是要巩固领导中心的 因为我一向是不谈 巩固领导中心这种事 这个看起来好像很奉剑 但是现在台湾需要这样 台湾需要戴清德这样的人 出来主持大局 不然那三支小株 任何一个出来 真的会乱到你无法想象 我们这个家园 这个时候 才是你真正表现出 你爱这个家园的时候 真的很关键 真的是很关键 不过还好 很多朋友慢慢的也理解了 共产党不倒世界不会好 会倒哦 会倒哦 会倒 所以我就说嘛 现在如果真的普丁 普丁 普丁不是去中国访问吗 怎么突然身体变这么差 习近平真的谁买到人 你不觉得习近平真的 他的气运真的要走到最低了 习近平 所以我说习近平现在可能 可能又要疯掉了 我判断习近平精神出了很大的问题 身体也出了很大的问题 包括普丁身体也出了很大的问题 这两个地球上两个大独裁 应该在精神跟身体上 同时都受了极大的煎熬 所以你看 这个事情谁造成的 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如果一个人活得不够不明 不够清楚 不够明白 不够透彻的话 就会变这样 他自己把世界弄得乌烟瘴气 结果自己深受其害 我今天就在 就在跟那个主持人他们聊天 我说对啊 习近平在那边独揽大权 他都没有我快乐了 我们心里没有一丝丝的负担 生活快乐的快乐不得了 随时都活在笑容当中 你心里有吗 你每天愁眉苦脸 你看你去参加南非那个活动的时候 看到跟班没过来 这样走到死 一个大国的领袖 跟班没有跟上来 他那个惶恐的样子 你们没有看出来 我就觉得 我觉得是我都不会那么惶恐 我不知道心里为什么惶恐到那个程度 所以说他也是活在极度的焦虑之中 七十个人 七十个人如果活在这种极度的焦虑当中 身体不可能会好 不要太偏了 我说人到晚年 其实你身体要好 首先你心情要好 心情要好 你身体才会好 所以这感觉是公平的 世界是公平的 不要去折腾别人 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这是我常讲的一句话 我在中国最常讲的一句话 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我们不要去跟任何人做计较 这样回馈回来的那个磁场才会是好的 习近平跟补丁 这两个全世界最大的独裁 他们真的不快乐 各位 你们真的看一下 他们真的不快乐 而且那个惶恐恐怕 恐怕他这一辈子会带到他 会透过他的灵魂带到他下一辈子 所以这影响的习近平这种人 他影响的不是这一辈子而已 以后连续几辈子 几辈子的人 转世几辈子他都清除不了这样的 深层灵魂里的恐惧 但是习近平听到没这回来 他绝对听不懂这些话的 所以说人 人着磨了就是着磨了 着磨了只有天来收 谁也收不了你 谁也拿你没办法 你觉得这种人还能够把他点 把他点化啊 没有那种事啦 只有遭受最大的磨难 才能让他清醒 当然他这辈子没有这个机会啦 他等他下一辈子 看也没有机会啦 他等他准备啦 哦 没机会 是